他作为青海省西宁市公路处处长 负责注入在文明的青藏高原上 修筑人间天路数千公里 他业余时间研究传统书法艺术几十年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其书画作品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 还是他后继薄发 勇于创新 在书坛上攀登过程中另辟蹊径 独创传统书法新形式水文力 为我们民族书法艺术增添新的魅力 他就是我们片子的主人公 中国国画院副院长 中国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收藏拍卖艺术网高级书画师 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华人物杂志社副社长 中国水文力书法创始人 李尚雍先生 李尚雍 好古玉渔术 1944年升任 祖籍青海 自幼受父辈影响 海提时期 用红尼江在地砖木牌上写大改字 书画 从小培养了热爱书画艺术的情聚与基础 以后成为了数十年的书画艺术 支撑一生事业的金石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 书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大展中评获大奖 并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军事博物馆 国家文武管理局等部门多有收藏 并在人民大会堂 授予中华爱国艺术家等多种殊荣 2008年度 奥运全国举行卑微搞大战中 荣获特等奖 名列全国前茅 其水文力作品已乐烈在碑 牛仔史特被授予中华人物成语 同年特邀参加了共和国几粮 海外杰出人物国庆59周年座谈会 中国书写态度贾松阳 国家一级作家 著名幼小派书画家韩北欣 著名书画家云峰等人 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李尚雍先生在苦苦求索的过程中 偶尔收到了西汉时期的金石文古书本 这本金石文让他得到了极大的启发 从而演变成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书法 水文力 有了这种独创水文力书法的意念后 李尚雍沉迷于这种新书法的研究 并于2000年开始对水文力书法 进行尝试性创作 雍先生在尝试水文力书法时 运用了书法运笔中的左右偏锋 道锋书写水文力 使这种书法立体感强 笔锋明显 起伏像水泵纹一样富有乐感 在创作中 他还运用了飞锋 在侧锋中除飞白 使书法更具动感 从而形成了水文力书法的独特个性 多年来 在灵感与悟性的交织中 李尚雍独创了当今 中国水文力书法新艺术 为中国隶书体增添了一项新格运 这种潜无古人 大气神韵 金石位十足 富有水中启波 镜中有洞 柔中藏钢 镯中剑锈之美感 令人回味无穷 被著名美术大师刘振夺先生 誉为奇书第一人 水文力因此受到 众多书法爱好者的追捧与青睐 李尚雍先生 除了在书法行草立传工地身后外 绘画艺术也颇具特色 其国画充分表现了 大西北山水的厚重 险峻与粗犷的风格 色调黑而不笃 线条粗而不拙 简笔不空 反笔不杂 静观有提神积蓄之感 李尚雍先生 在书画艺坛上 近五十个春秋 从不满足现状 为人低调随和 做事高调坚韧 在义无止境的田地 不时地学习 探索新的艺术亮点 如今 李尚雍先生 已被IOKC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机构 认证为一级书法师 一级美术师 他的书法 美术作品 注册润价 每平方尺 2.5万 至3万元人民币 我们相信 李尚雍先生 开创水文力艺术 并能通过其 与日俱增的爱好者 传承发展 会涓涓细流 成滚滚长河 不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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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认证机构